低年症的医生 如果搞不定患者的病情 会不会摇人呢 当然会的 作为一名低年症的医生 我摇过很多次人 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那天是我值班 应该我是二线 我是高年症的住院医 或者是主治医师 然后我们受了一个年轻的外伤的女患者 她是在工厂里面干活的 据她说是那种切割木头的 就是那种机器切割木头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机器不行 木头突然间打过来了 然后击中了她的上腹部 突然间就肚子疼得非常厉害 那么来我们医院的话呢 做了一个CT 发现肚子里面好多气 那就怀疑是消化到窗口呢 可能是木头击中腹部以后 把胃肠道打窗口了 然后我们就给她急诊做手术 急诊打开了一看呢 她的十二指肠上面烂了两个大洞 这个洞很大啊 那么有两种办法 一就是直接给它缝起来 二切掉以后重新给它接起来 但是切了以后重新接下来 这个手术 床上就很大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洞 直接缝起来的话呢 就担心它有可能长不好 或者的话呢 缝起来以后 它的这个场馆会窄 那么我就拿不定 这个手术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呢 我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值班三线 三线呢 是一个主任医师 那么他赶紧上台来看啊 他一看呢 他也拿不定主意 应该怎么样做好 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们科室主任 问主任应该怎么办 又把主任给摇来了 然后主任说看这种情况 应该缝起来可以 问题不太大 所以呢 就直接给他缝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还把肝胆科的给叫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他一线也破了 然后不断的在剩一叶 还得出血 因为我们普爱跟肝胆仪呢 已经分开了 所以一线的问题的话呢 做好叫肝胆仪外科来 所以呢 我们就把肝胆外科的二线叫来了 他一看呢 他也搞不定 他又把肝胆外科的三线叫来了 肝胆外科的三线呢 一看呢 他又拿不定主意 是直接把这个仪管缝起来 一线缝起来 还是说 把一线切掉一部分 做这种 一线而止长的手术啊 一线而止长的手术啊 一线而止长切除是 普爱科肝胆胆胰外科里面 最大的手术了 如果急诊做这个手术 手术时间很长 风险也很大 所以他也拿不定 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所以呢 他又打电话 请示他们肝胆外科的主人 又把肝胆外科的主人 号来了 然后 两个主人一伤了 还是 这么年轻 就别给他做 规迫了 这个一线而止长切除 因为手术床上很大 有的生活质量 可能影响很大 所以那就把仪管缝起来了 然后的话呢 止血放管 放管引流 就这么样手术就结束了 这个病人说 恢复还算比较顺利 因为他比较年轻啊 说后呢 出现了小的遗漏 但是经过保守治疗 慢慢的 他还是长好了 那么 浴荷还是很不错的 实际上这种例子 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在值班的时候 或者是在门诊的时候 遇到自己搞不定的病例的话呢 肯定会叫上体医生 来帮你看 或者的话呢 约上体医师的号 让他再去看啊 第一个呢 就是对病人负责啊 病人的生命 病人的病情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你如果搞不定 出了事 出了意外 对患者的生命 造成的影响 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的话呢 病人的生命之上 你搞不定 赶紧叫上体医师来看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这也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 就是你自己搞不定 那么你不叫上体医师 你自己硬扛着 以后出了事 那就是你自己全责了 上体医师 一点责任都没有 因为你没叫上体医师 他又不知道这种情况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很危险 你不要怕上体医师骂你啊 不要上体医师一看说 你怎么回事 这一点小问题 你都搞不定 因为有时候 确实你拿不定主意啊 就是 是很小的一个问题 可能上体医师 一提示你啊 你就能搞得定了 但是你机验没有那么丰富 如果你有时候拿不准呢 他不敢下决定啊 不要怕爱骂啊 你有问题叫他啊 他不来 出了事 他有责任 但是他来了之后 对吧 咱们就有一个参考的意见了 他告诉你怎么做 就怎么样做 对不对 有时候上体医师还搞不定 还要叫科主任 或者是叫院计之间的会诊 都有可能的 所以呢 咱们一切以病人的生命安全为前提 搞不定就赶紧叫人 对吧 赶紧邀人 好了 希望大家呢 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然后各位朋友如果看病的时候 有些比较疑难的杂症啊 就是你可以先挂一个主治医师 或者挂一个普通号 如果普通的医师搞不定的话呢 他会帮你预约 转转到更高级的医师 那里面去看 他知道啊 就是说 我们知道哪个医师看这个好 哪个医师更有经验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瞎挂 这也是一个挂号的一个小诀窍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拍个登生 每天经历一点点